王林鄉 李謙 九筆七 好漂亮 现在叶招颖也是加强了进攻 因为在第一局到现在为止 叶招颖目前还没有很强的攻势 其实叶招颖的优势和王林湘相比 就是他的进攻点比较高 而且威胁比较大 现在突然是加强了一些进攻 左往前 推后长 结果王林湘在勾对角球球出界了 现在叶招颖又返回了一分 8比9 8直线 大家看我们讲的叶招颖的杀球力量比较大 就是这样 那今天叶招颖的特点呢是 在进攻上是不明所以一鸣惊人 不是说进攻很多 但是一旦攻的话就要一锤定音 所以这个策略是对的 因为跟王林湘这样的选手打 如果你进攻比较多 一个是浪费体力 但是也很难打死 所以叶招颖的攻势并不多 但是呢在拉掉过程中一旦有了机会 就力球一下打死 现在双方要再赛 现在是加分 这个球掉得非常漂亮 这位观众 在第一局比赛里边 叶招颖是 11比9 11比9先胜一局 现在第二局呢双方打到加分 现在1比0 结果一导影推底线 推底线大了 出界 根据尹毛球的规定呢 现在仍然是到9平的时候 先到9的一方 可以选择再赛5分或继续打完比赛 如果到10平的话 先到10的一方 可以选择再赛3分或继续打完比赛 那么从8月1号开始呢 就只有一次选择 就是到10的时候 只能选择打3分 现在加分打成1比 应该说现在王林湘的压力比较大 王林湘这个球接得非常漂亮 踢掉 就是到地 跑掉了 这球打得非常漂亮 叶招颖也很激动 各位观众 从92年开始 王林湘和叶招颖 有30次交锋 那么从整体来算呢 叶招颖仅胜过9次 所以说 王林湘从整体上的胜率还是比较高 但是近年来 叶招颖和他呢 是稍战一些上风 现在1比1 大家看到这是印尼的拉拉队 现在1比1 2比1 上 上 上 現在王立勝挑高球 上 要找也能拉頭頂 批掉 所以現在對雙方來講都是一個矛盾 就是如果說打的質量太高容易失誤 如果說打的那球比較穩健 但是威脅又不夠 現在場上比分2比1 那麼這個火候的掌握也是經驗 各位觀眾 這樣的話呢 加分已經結束了 加分已經結束了 結果呢 王立勝在第二局比賽裡邊 是以12比10 12比10 又返回了一局 雙方呢在前兩局裡邊是打成了一平 第三 第二雙打是 伊斯莲娜和龍班 現在雙方決勝級的比賽開始了 加分 一爆 王林先生现在的进攻点主要是打叶招颖的中路 现在李灵卫也是在在希望告诉叶招颖应变的措施 现在双方在第三局一开始都加强了攻势 谢谢李灵卫 王林先生拉底线输 叶招颖夺发球权 零比一 这是双方的决胜局 加油 王林先生现在连续是高远球出界 所以这时候叶招应该抓住这个特点 就是在这个对拉的过程中 他出界比较多 一比 王林先生也是同样发球出界 这两个运动员确实判断都很准 你差一点点 一张影批掉失误了 大家看一张影这个杀球的时候 他点比较高 而且力量也比较大 弱点也比较刁 但是要想创造出杀球的机会呢 就必须要靠这种批掉 或者是往前的控制 来造成这个机会 现在一比 现在二比 现在二比 太阳清楚了 就没有时吗 了解 快上消息快 Tory 小光